艾玛菲勒是盖利赫本的前孙女,1994年出生的她,今年24岁,长得非常漂亮,气质颜值不输好蓝无明星,之前她也是个大秀场的座上宾,因为是赫本先孙女。 艾玛菲勒刚毕业,就登上了美国最抢手的杂志封面,虽然在配饰和打扮上高度还远赫本当年,可艾玛菲勒除了是亲孙女这个名头外,和待遇赫本相似度很低,可以说并没有些奶奶,毕竟全球仿装赫本的人非常多,所以艾玛菲勒的仿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 艾玛菲勒的仿装,好多网友表示,行神都不像赫本,和赫本完全是两个风格,但不可以否认艾玛菲勒其实也是很美的,赫本的美丽被人称百年男女,她一生善良,优然老去,品格高贵,她的离去将人们痛感。 赫本是降落人间的天使,她是全世界都爱的女子,好多人都欺慕她的美丽,模仿她的容颜,可惜都不像她。 但是莉莉科林斯却轻易神情兼备,莉莉科林斯出生1989年,和赫本一样是英国人,被人称为小赫本。 莉莉科林斯的鼻子和脸型非常相似,都有着浓黑的眉毛,和美丽的眼睛,要细细去对比,两人还是很有区别的。 简单的看上去,莉莉科林斯无论是在气质还是容貌上,和赫本非常相似了,莉莉科林斯当然不是赫本,世界上都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,但是赫林斯绝对是非常惊艳众人了。 赫本亲孙女爱马,为了多次模仿奶奶,虽然不像,但足以引起人们对赫本怀念,像不像是另一说,毕竟模仿赫本的人很多, 赫本的优雅和美丽,在人们心中是永恒的,但是终究是不能复制的,而科林斯也只是科林斯,他虽然长得像赫本,较近日落,但他却非常努力,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